就是我知道下一組寶物隊來講 又不一樣了 又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講的 他說他要買來轉運 是 改變一下那個磁場跟能量 你知道當我們人陷入絕境的時候 就是會想一些 念頭 到底怎麼樣可以讓自己轉運 你覺得就是靠這個 紫蘿蘭啊 紫蘿蘭的翡翠 怎麼說啦 當初誰這樣吸你的 這個因為人家說 俗話說 那其實要找到這樣子 比較透的物件 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我本身又很喜歡紫色 紫色是我的幸運色 因為我覺得它很浪漫 我很多衣服也都是紫色的 所以我看到它 我就很喜歡 真的很紅耶 這一顆好大 好讓超版看 然後你看這一對耳環 對 然後有戒指 耳環的顏色 是一個套組 耳環的顏色也是很 對稱性也是很高 下邊都有帶一點點 一點點綠 這個套組從哪裡買 買多少錢 這個的話 也是算是便宜買到的 便宜買到 對 因為也是 認識珠寶商的朋友嘛 因為過去也是在那個 曾經在大陸的電視台主持 珠寶的節目的時候 就跟這些珠寶商的朋友 大陸的珠寶商朋友是不是 在台灣的 對 然後就是大家就變成好朋友了 那有時候他們有出了一些 新作品 他就會邀我去賤賞 對 那有時候有些喜歡的時候 他就會便宜的賣給我了 這樣子 多少錢 便宜是多少 這個整個套組那時候 買很便宜大概 三十萬 幾年前啊 其實這個是在 最近才買的 對 因為其實 在上次來上節目的時候 有提到 感情比較沒有那麼順遂嘛 那其實後來我覺得 慢慢越來越好 然後 戀愛的對象也都 我覺得滿正常的 對 但是有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我覺得 戀愛的對象正常了 可是反而遇到 性騷擾的問題 真的喔 對 這也太可怕了吧 對 而且是 就是接踵而來 在去年的下半年 對 那也有工作上的 那工作上 因為比較敏感 我就不多說 那還有這種 陌生人的跟蹤 然後我有報警 對 那很巧是 在今天來錄影的路上 警察就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人已經找到了 所以他到當初 跟蹤你的跟蹤 你有報案是不是 對 他有去調 那些監視器畫面 是 他跟蹤你是一路尾隨你回家 對 對 到門口 對 那個過程 大概兩次都是同一個人 那主要第一次他 因為我住電梯大廈嘛 我在按電梯的時候 那個我們家的大門就 我就出現聽到聲音 那是在晚上大概11點多的時候 我工作回到家的時候 那 按電梯的時候 就有人一直講話很大聲 我幫他講什麼 我以為是鄰居要我幫他開門 結果回頭一看 我仔細聽他就說 他說 你開門 我要看你的身體 對啊 你開門 然後又講 我要看你的點點點 就是那個很露骨 很露骨 我講點點點 對 然後因為第一次 我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情 我就有點驚嚇 有沒有警衛啊 那時候 我們那個電梯大廈 那個管理員都是到時間點 他就離開下班了 對 那我就覺得有點毛毛 想說算算 應該沒事吧 又過了大概幾天 一樣晚上11點多 工作回來的時候 對 我又按電梯 那個聲音又冒出來 可是這一次比較恐怖的是 他叫得出我的信 他說 那是誰 對 他說 黃小姐 你開門 我要看你的身體 又開始 我要看你的點點點 然後我這一次就想說 我要鋼牆壯膽起來 我就用台語回應他 然後我就說 你好大 你不要走 我現在報警 我想說這樣 有點開口 他會比較怕 那我一報警的時候 他就走了 他就跑了 聽到報警了 那警察來了 我就去做筆錄 就備案 那過了幾天 警察調監視器 就有發現 這個人從我在我家附近買 便利商店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跟了 他就一路跟隨到我家的門口 對 那剛好今天很巧 是來錄影 就接到警察的 對 找到了那個人 所以至少抓到了 那表示 發揮了一些作用 會是這樣嗎 要懂得自保 對 真的 有機會 請老闆再講說 女生怎麼來自保 我們先講這個 這一個套 就是一整套對不對 還有一個 耳環 這是紫羅蘭 沒有那麼紫 但是已經還不錯了 首先他的切割 很標準 很蓬 蓬就表示富貴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相供 各方面設計 很豪華 是 我覺得買了以後 不管說是 再大的那個 廠盒 都能帶 對 都能帶 具備了這種 所謂的富豪級的 裝備 是 OK 好 那這個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嗎 是 好 入手價三十幾萬 對不對 沒錯 來 評估一下 請見價 45萬元 有 有 對 有賺到 但是我 我說真的我有點疑惑是 為什麼 它這個項鍊 都是白金的 但是這邊 為什麼它是黃金 好像感覺硬是一套 其實 其實它這個項鍊跟戒指 才是一套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耳環 它很雅致 我很喜歡 就把它組成一套這樣子 剛剛想說 其實顏色不太一樣 廖老師 這個其實是 那其實硬搭的時候 你一定要怎麼樣 把它剁成白子 對 白的話才能夠搭 那因為你的那個 他們那個紫羅蘭的顏色 大概都是這樣粉粉的 那還OK 可是你的椎子跟戒指的檯子 上面有綠色的 對 所以你這個耳環的部分 你去電鍍成白色的 然後再加一顆綠色的 兩顆綠色的 這樣就可以 所以用電鍍就可以解決了 對 所以你看這個價格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去電鍍 讓它看得更像整套 更像整套的 是啊 而且秦老闆有講 雕工可以 紫羅蘭讓你的感覺 是不是有雍龍滑貴 沒錯 我覺得這一組很漂亮 像其實這一次帶來的物件 都是設計師他設計的 所以都看得出來 滿有一些特色 它可以在就是 譬如說有一些企業的 品牌的場合 有做一些代言的時候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搭 這樣子 可以使用對不對 對 是 好 再來下一個雕件 很純很純 對 而且你看它的皮殼 是 這裡頭雕得很豐富 像一幅畫 你說說 它這個有一個意涵 它是老子出關的 典故在裡頭 OK 老子出關 然後它是用整顆石頭 去掉外皮 然後雕刻一層一層的 然後上面又有黃色的霧 完整包覆 它其實有一個寓意在 因為我姓黃 這是我們家皇家的 你把家裡有寶貝的 對 它平常就放在我們家 進門的斜45度角 才位的地方 對 對 那有時候如果家裡頭的成員 遇到了一些 關卡或是什麼不順的時候 怎樣去膜拜嗎 我們去摸摸它 跟它對話一下 所以它吸收很多 負能量嗎 什麼原因 可以有這個效果 有一些 沒有 因為就是把它 因為它有一個 子氣東來的意涵 因為老子出關 它有個典故 就是說在古時候 老子在那個周王朝 比較殘弱的時候 他就想說要出走到西域 然後到了寒谷關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守官長 迎喜 他就看到有一團 子氣從東邊飄來 結果沒多久 就是老子騎著青牛 出來了 所以子氣東來的一個典故 這樣 這樣 就跟我想知道的 跟我已經知道的 故意 我想聽聽 但是這樣 是 先說到這個 有一個這個 寒谷關的官令 他叫迎喜 這個人保讀詩書 有一天 他在這個夜觀星象的時候 突然看到 看到有這個那個惠星 自東向西而去 他就覺得說 明天必有貴人經過 我這個寒谷關 是 就第二天早上 特別仔細看 就看到有一個 一個老者 他就是騎著青牛 那個牛呢 他也不是水牛 也不是黃牛 叫青牛 是 他就進寒谷關 對 進寒谷關以後 他就說 老先生呢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他就說 我就是這個黎兒 然後兩個人就談得很開心 是 那這個迎喜就問黎兒說 你老人家 人家都是往 從關外往關裡走 你幹嘛走 往關外走 對不對 他說 你不知道 現在天下大亂 道德沦丧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往西去 東邊這個地方呢 已經不適合我了 那迎喜就說 那您老走了 我怎麼辦呢 他說 這樣好了 咱們倆算有緣 所以說 老子就在那個時候 給他了兩本 道德經 上下經 所以道德經就從迎喜開始 傳播到中原 所以說 它叫文史真人 對 那這個紫契東來 不是 它是從東到西 所以 那這是一個三子 三子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石頭的一個雕刻 翡翠的 是 我們來看石皮都在 雕得相當好 那這一個 如果做成手鐲 做成這個墜子 價格可能不高 那反而把它藝術化以後 做成三子 當擺劍就漂亮 會比較漂亮 會比較好看 而且像 這種雕工 現在越來越少了 對 這種雕工 應該就是 三十年前才有 所以那時候應該是 爸爸買的 爺爺那時候 爺爺又買 這個很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好 來 我們要黃家的 鎮家之寶 對不對 來 請 鎮鎮鎮 十五萬 爺爺 這個不便宜耶 恭喜 恭喜 黃家 恭喜爺爺爸爸 鎮家之寶 鎮家之寶嗎 真的是好東西 可以跟他對話 你們現在還有什麼 鎮家之寶 下回再分享 下回再分享 真的 這樣工作量就增加了 不能一次都告訴你 是 很聰明耶 果真帶人家轉運的東西 馬上腦筋也動得很快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